我出现错误了 我后来发现对真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跑了三次之后 它是第一次嘛 然后第二次零 第三次一 然后就跳离 可是问题啊 你最后猜即便猜对了 它也不会答案正确 它还是错 因为它怎么样 它已经到这边了 然后判断完之后 它就不会再回去了 所以就少判断一次 OK 怎么办呢 我想的方法 就是让它多跑回去一次 但如果答错了 就跟它讲答错了 最多三次 就是不要给它多一次机会 但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判断是对的 你也不能乱猜 所以我们干脆怎么样 作弊一下 就是先把什么 把那个乱数这个取一下 把这个先print出来 我就知道这个乱数是多少 然后我先怎么样 先看一下 刚刚这个是错的 上礼拜写的 同学很厉害 马上就一撞就有问题 马上就知道 然后问我 对 我发现真的有错 但错了没有关系 要改 要知道怎么改才正确 因为debug 也是写程式里面 一个满重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你不会debug的话 其实写程式有bug 其实算是很一般的 OK 但最重要 你要能够把那个bug抓出来 所以我们猜数字 假设我今天猜第一个 10 它会显示太高了 那我就8 OK 还是太高了 最后一次呢 我输入7的话 应该是对了 可是最后程式怎么样 它会不会跑到对的那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enter 还是答错了 你会发现 为什么 因为它程式已经跑到这边的时候 最后一次嘛 它就不会再return回去做 做什么 做这个逻辑判断 所以它就跑到这边之后的话 它就直接就离开了 然后呢就跑到else答错了 所以呢怎么办呢 想了一个方法 其实方法应该不止一个 你也可以用fire围圈 fire e帽号 对不对 如果说你要用for围圈的话 变成1 我可能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次数再多一次 OK 所以本来是第一次在这边 第二次的话是0 第三次就1 那其实应该讲起来 跑完之后再跑回来一次判断 所以我这边把它改成3 我想到的方法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可是我多跑一次之后的话 那变成说 最后 本来应该拆3次的 因为你变成拆4次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接下来你可能要在逻辑上面改一下 改哪个地方呢 这个else其实可以拿掉 OK 那我们改哪里 我想到的方法 就多一层逻辑判断 什么判断呢 如果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多一个再一个如果 所以这个如果 可能就是再变成第二层 else if 然后呢 上面的话 我就判断什么 判断就是说 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就是多一个if 这个if的话呢 就是如果不等于 因为我要跳离嘛 所以这根的话 就是不等于 如果他猜的数字 不等于那个 这个乱数 第一个 而且呢怎么样呢 i这个词 假如他是等于 2的话 两种情况 and 意思是说 i等于2的话 意思说 等于是最后一次了 等于是回来 你再判断 你再见他一下 如果他是第3次猜 而且他两个不相等的话 OK 那我底下就print了什么 print了 就跟他讲说答错了 OK 这边多一个逻辑 不要跑这个else 用复制 我想到的方法 其实就是这边 把它加一个 这个 然后呢 最后记得 因为他 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直接在这边怎么样 加一个break就可以了 把它在这边break掉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 我是把它多一个逻辑判断 在这边 我们来试一下 当然这个最后run 到底会不会成功 其实就是run了 之后就知道了 我一样 在这边一样先知道 这个答案 所以把它run一下 我看一下刚刚的问题 15 我一样 再看刚刚那个问题 有没有出现 10 然后9 OK 最后一个呢 刚刚是 明明你是15对了 但是他却猜错 现在的话会不会错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输入15 最后一次了 他是跑回去 然后判断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跳这个else 我们来看一下15 刚刚那个问题 会不会存在呢 enter 恭喜答对了 OK 而且呢 也刚好是 他不过 如果跑 超过三次 所以 如果超过三次的话 就是六一次嘛 所以刚刚第一个 那个问题都没有发生了 第二次 第三次呢 我一样猜错 看会停下来呢 所以应该 第一次 第二次 跑到这边来 有没有 如果他已经第三次了 而且这两个不相等 四跟十不相等 那应该会卡在这里 一样break OK 所以这边的话 等于是 多一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答错了 而且答案也会显示出来 所以基本上 这样子写 目前来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写法 用hy 不过hy 里面可能你要去计算 你跑的次数 OK 只能三次 这个是我想出来 所以我大概整理一下 第一个 就是上个礼拜 这个 else 可能要把它搬加一下 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要多一个这个逻辑判断 OK 就多这个 就是如果他拆的是第三次 而且他答错了 那我就直接break掉 我就不要让他往下 另外的话呢 回圈的次数 多一次 这样子 目前想到大概 这个方法应该是相对简便的方法 你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法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再告诉我一下 可以我再看一下 是不是有没有更简单的 所以上个礼拜同学问的问题 我大概想到的这个解决的方法 OK 那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试着把那个 这个Minds CI完成 待会的话呢 一样 我们就接着来看下面还有一道题 就是猜拳游戏 那猜拳游戏这个地方 当然如果说 这个猜拳游戏也是最早是参考 某一本Java的书籍就没写 不过它是什么 你要出剪刀游戏你要打字 剪刀石头布 我觉得这样很蠢 对不对 你要打字 如果打错一个字不就错了吗 所以后来我把它改成什么 一二三四 一的话呢 就是剪刀 二的话就布 三就石头 然后四的话就离开 OK 因为就让它一直拆嘛 剪刀游戏布 那你要怎么样跟电脑玩呢 哎就是说 第一个 一样剪刀游戏布你先你先怎么样你先乱数产生一个电脑出题嘛 剪刀游戏布 二的话呢就是你出 好 两个再比较一下 到底是 哎谁输谁赢 不过那个逻辑判断 其实归纳起来啦 应该只有三种 第一种最简单 就是拼手 我剪刀你剪刀 一样 OK 第二种呢 就是我输了 电脑赢了 第三种呢 就是我赢 电脑输 好像就是三种而已 还有第四种嘛 没有 对不对 OK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只要把这三种 逻辑想清楚 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猜数字游戏怎么写 OK 当然这个答案的话 可以很多种 不过我这边是提供一个 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方法 程式当然我讲过啦 你不要程式越写 不要越冗长 尽量越精简越好 因为像这个翻译题也是从 别人那边看到的啦 只是说别人写的实在太复杂了 看的实在是觉得 一定要把它改的越精简越好 当然前提也是自己要看的顺眼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想想看 猜数字游戏 该怎么写 另外我刚刚改的 我也会把那个 我刚改完的程式 刚刚最多猜 这个改版的 我把它贴到下面 给各位参考 不过我发现好像那个 这个版本是日本那边 他们就是石头剪刀布 他们的顺序好像不太一样 所以不同地区好像对呢 不过也无所谓啦 反正习惯到知道就OK了 所以理论上呢 我如果今天假设我这写好的 版本 一 我如果输入剪刀石头布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让它run的话 我就输入一个 一就是剪刀 所以我就enter 那这个底下会出现电脑出了什么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把电脑它runken出来的那个数字 那你不能跑一个数字啊 剪刀石头布 你不能把那个 比如说山输出来 那输出来当然 这个地方的话 山谁看得懂 你还要自己换算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把那个布给找出来 OK那布怎么找出来 就是你会产生一个串列 从那个串列里面 把布这个字抓过来 透过编号 去把那个字抓过来 啊后面要显示出来 所以呢 这边要一个逻辑比对 到底呢 平手 还是输 还是赢 这个可能三种状况 OK 然后一样啦 我这边再输入二 哎 这时候的话 哎 都是平手 就是为什么 因为都是输 输那个石头 然后也有三 哎 哎 我又赢了 所以这个地方发现 好 好像蛮容易赢的 四的话就跳离了 不过我先不要输入四 如果输入五会怎么样 好 因为逻辑里面没有五 我看一下 Enter 哎 他没有反应 好 其实我这边没有防呆啦 问题可能要考虑一点 未来你的逻辑判断里面 需不需要加一个防呆的机制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就是会故意给你输入一个 不应该输的值 然后会造成你成四 会有crage掉的风险 所以这个可能要考虑 不过我们初期是还没想到这些啦 所以先把程式写出来 最后离开的话就输入四就可以了 好 那其实这个程式逻辑应该也不复杂 前面都有讲过大概的 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一样 先怎么样 先input random 第二的话呢 因为我要剪刀石头布 那因为这些都是字串 好几个字串 所以我要用数字来表示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加一个串列 建立一个串列 串列的清单 这个清单里面的话 一样避开第一个 因为它的编号很麻烦 从零开始 每次你要避开零 要加一减很麻烦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一就是剪刀 所以B List 中国阿虎一就是剪刀 二就是石头 三就是布 这样蛮好理解的 接下来做什么呢 一样呢 跑一个无穷回圈 换一帽 做什么呢 电脑开始出题了 我们random产生一个 这个S好了 那里面random就是 帮我产生一个数字哦 是一二三其中一个 所以random range 一到三 所以这边停止是四 所以呢 这个S里面就是电脑出的哦 他到底出什么不知道 所以呢 如果他今天怎么样 如果他出的是布 布的话是三 所以这个可能就产生一个三丢过来 那接下来我必须怎么样 让他跳出呢 请输入数字这些相关的input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输入一到三 我显示这些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输入了input 比如说我输入的是一 一的话是剪刀 那两个要比较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要比较 所以底下就逻辑判断 但是呢 逻辑判断第一个 如果他输入四的话呢 那就跳离 就是跳出游戏退出中 然后break OK 所以第一个逻辑判断 我是等于四的话就不用玩 因为他根本就是要跳离了 所以不用再判断了 那底下的话就elf elf什么呢 如果是我们平手的状态 平手什么 两个相等 比如说我出一 一是剪刀 那电脑也是一 那就平手 所以平手的话 就是怎样 这个逻辑很简单嘛 就是print 哎 电脑出了什么 那把b-list 如果是一的话就把 剪刀 带过来 电脑出了剪刀 有沒有 平手 关键地方一样 中瓜服里面放的数字 就可以取得这个字串过来 剪刀 电脑出了剪刀 平手 OK 那另外底下的话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电脑 就是说输跟赢的两种情况 其实很简单 我这边底下我的想法是这样 elf 我就把所有可能的状态 其实就是m的话是我啦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电脑 电脑就是我赢的状况 那比如说我什么状态会赢呢 就是我出了什么 2 2的话就石头 电脑的话呢 哎就出了剪刀 这个状态我赢了 然后第二种是什么 我出了剪刀 他出布嘛 第三种是呢 我出了布他出石头 总共就三种 所以呢把这三种 中间加一个货 有没有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所有我赢的情况 都涵盖进来了 那就OK 输的话刚好颠倒 有没有 所以elf 如果呢我出了什么 我出的是石头 然后电脑出了布 就是我输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把1 2 也是三种状态 这样的话呢 程式基本上就写完了 就这样而已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程式真的不复杂 里面的话主要就是有一从这个先退出嘛 所以基本上输入4有个出口 除非你输入4 否则你没办法break 这一题应该我没有加上玩的次数 所以只能输入4 但你也可以再加啦 比如说你只能够玩个10次 最好是怎么样 你可以 可以可以再加一下 玩完10次之后到底你最后的结果 是输还是赢 这个可能就需要自己再加 你可以什么 跑一个刚刚一样4回圈 也许多跑一次 或者在else里面多判断一次 然后呢可能需要用一个count count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赢的话 你就把它加1 加1 总共10次嘛 所以你加1 你就是你赢的 剩下来用10去减掉你赢的次数就是你输的次数嘛 所以最后你可以把它列个报表 到底你赢几次你输几次 OK 这个可能请各位自己再延伸一下 如果可以把这个再增加那个判断的话 那会更好 另外的话其他还有房呆 房呆也许你可以在前面再加一个 就是如果他输入的不是1到4 而可能是5 6 7 其他的数字的话 那你也可以把它这个警告一下 或者是直接跳 OK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题的话就是猜 猜拳的小游戏 一个练习题 那基本上呢 都跟前面我们练习的差异性不大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这个练习题里面 第一个用random 第二个的话用串列 第三个用一个无穷回圈 在这个random里面的词 跟你输入的词比对一下 底下的话就是一个适从的逻辑判断 这个就是我们程式的结果 所以其实如果说在拍摄里面要写一个小游戏 大概就可以遵循这样的规则 剩下就是你可以再加再加 加一些其他的参数出来 那就可以很多游戏都可以这样玩出来 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就像 当然不过如果说逻辑越复杂 恐怕你就要去思考的点个人越多 好像之前有讲过了 所以有同学去写那个什么 什么1A2B那种就是四个数字 那位置对A嘛 数字对是B 那当然如果你要把那个程式写出来的话 你恐怕要思考这个 逻辑可能就更复杂了 但是你会发现 我觉得厉害的人就是写的程式就很精简 但如果你不是那个厉害的人 你可能也可以写出来 可是程式可能会写的相对复杂 不过我觉得 最重要还是你要花一点时间 慢慢去淬炼 因为不可能说你程式一次就写那么精简 而是说越来越写越精简 那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慢讲怎么样淬炼 所以最后我就给你一个 相对我可能思考过的结果吧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把这些范例 再把它转移到其他地方 你比较常常玩的小游戏 然后可以把它再结合拍摄 像之前也有同学什么 把那个Mind CI改成什么中翻阴阴翻中的那种 那种类型的小游戏 有没有就像CI嘛 这CI就是辅助教学 比如说你要让小朋友猜对或错 如果他没有猜对就一直无穷违旧 如此类 你也可以把这个小游戏结合什么 结合他们一考试 一个测验系统 其实也可以再把它延伸出去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部分讲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直接再来看一下第四 不过第四单元 VBA转 Python前面有讲到一些 我觉得这个可能前面很多题都可以把它转 成VBA 不过 恐怕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请各位在自行把前面的一些题目 再把它做转 我有一些参考 如果你们要看可以在这边稍微自己看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讲第五个单元 因为这比较重要 在Python里面 怎么去使用所谓的串列 那刚刚我们也有用到串列 比如说MASCI里面有个串列 中国阿古怎么去建立 怎么去取得串列里面的某一个值来使用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去动态的 把资料放到串列里面去 并且的话呢 再把串列里面所有的值做计算 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像 如果你把Excel来当类比的话 其实它真的有点像Excel里面的某一栏 只是说Excel里面它是已经建好了 你把资料放进去 放进去就好了 但是串列 当然没这么简单 你必须用语法来完成 在Excel里面是可以用滑鼠 直接输入 然后Key的资料直接Key上去的 但是在Python里面 它就是你要用程式的方式 来取代你滑鼠键盘的动作 所以这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稍微再把刚刚那个拆数字游戏做练习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单元 那在第五个单元里面有个表 请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新增资料到串列里面的话 除了有刚刚那个方法 直接中刮符里面塞纸给它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那个什么 串列里面有一个方式叫做append append的刮符里面东西 它就会直接怎么样 把资料呢 append的到我们有点像Excel里面 这个放进资料 KEY的资料 这个动作在Python里面就像append的 可是Excel是KEY 然后在Python里面就是要用程式完成 就是append的 所以两者猜什么 一个是要全部用程式写 一个是用滑鼠键盘做 当然用程式写的话 你可以配合回圈 你可以把外部大量的资料引进来自动填上去 但是如果你在Excel里面你就会变人工 不断在KEY 相对效率上面一定是比较差 OK 所以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那个 我们的那个猜拳小游戏 试着做做看 那待会再来看那个第五个单元